高雄决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主日平安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各位当中 服侍大家 我们经过了两天的特会 主给我们很丰富的恩典 有这个荣幸能够今天在这里 带领各位的主日仇拜 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到神的话语的益处 之后把话语所带给我们的生命 带回我们的家我们的现场 今天的主题我相信各位都知道 各位我们使徒保罗说 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 我不晓得各位对这句话有怎样的见解 或是是否有生思这句话 有很多人就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概念 或者说是一种勉励人行善的教训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生思这句话 这个命令似乎遥不可及 无法达到 那各位我们这么说 有时候我们真的对自己的心很诚实的话 我们知道自己最大的软弱 就是自己的自私 那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是有限的 欠缺的 甚至包括甚至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自私 不要说我们爱人如己 就是连自己的家人 爱他们 忍耐他们 在这方面还是很欠缺的 但是我们要相信一句话 就是说 神不会给我们一句我们不能做到的命令 神将圣经赐给圣徒 神也将圣灵赐给圣徒 所以当神将一句的命令赐给我们的时候 圣灵一定会帮助我们顺服那句话 但是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清楚认识 神所启示的那句话是什么 圣灵的能力临到 是于我们明白那句话 也因那句话的结果 明白了之后 心意被夺回 所以各位 首先我们很多人 在认识爱人如己 这句话的时候 没有设想到 这是与我们的自由有关系的 各位当保罗讲到 你们要爱人如己的时候 他之前说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 《加勒太书》五章那边 其实那个背景是这样 保罗说 弟兄们 你们蒙交是得以自由 只是不可将 你的自由当作放纵 情谊的机会 总要与爱心互相 不是 然后 保罗才说 因为权力法都包在 爱人如己了 各位 有没有发现在这处经文里面 爱人是牵扯到 我们基督徒的自由 很多人都很喜欢自由 对不对 但是什么是自由 自由不是让你 现在想做什么就能做 那你得了真自由 你的自由是一种能力 什么能力呢 就是让你能够爱人的能力 所以很多人没有想到说 当你不能爱人的时候呢 其实你根本没有自由 有换句话说 在你那个生命的状态里面 其实你被很多的私欲在捆绑 你对人有很多的看法 比较妒忌的心 甚至被伤害存在心里面 你一直在被有一些的私欲 捆绑你的心 其实真自由的人 是能够爱人的人 没有错 我们很多时候知道神爱我们 但是我们不能爱人 你不能爱 你不能爱与你一样 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 那就是说什么呢 那就是说你还是无法 明白神的爱 你无法领会神的爱 给你的自由 所以你就发现 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心 是不得释放的 有很多的私欲在瑕疵这里 所以自由和爱人 这个是相辅相辞 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另外一句呢 另外一个要点就是 当我们讲到爱人如己 这句话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句话不是告诉我们说 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的弟兄 然后我们只有一位父 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 19世纪自由主义呢 临到全欧洲 也影响到教会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路德中 很名望的牧师 他就带给众教会一个观念说 我们要爱人 因为神爱世人 神叫日头造好人 也造坏人 降于给义人 也降于给不义的人 所以就有这种 很概括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全世界人 都是我们的弟兄 各位这不是圣经 给我们的观念 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 要很严谨的知道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只有基督徒 是我们的弟兄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信他儿子自人的父 不是全世界的人的父 各位听得懂这句话吗 所以这个观念呢 我们要很清楚 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行善 要向众人行善 像主内一家 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爱自己的弟兄姐妹 在主里的弟兄姐妹 当然是比爱 这个世人更胜一筹 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那我们对世人呢 虽然世人不是我们的兄弟 不信主的人不是我们兄弟 但是我们对世人当怀着一种 很基本良善的爱 与尊重 对人虽然跌倒 但是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 你被造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爱一只狗 跟你爱人有没有不一样 有些人说一样 有时候狗比人更可爱 为什么 因为你被人伤害了 对人失望 所以你就爱宠物 其实不是的 那个生命的价值 在人的生命里面的那个价值 远远胜户深处的 所以你杀人跟你杀一只狗 有没有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当然不一样 在救援你杀人是要偿命的 杀人当然不对 但是那个罪行 没有比杀人更重要 所以我们不要欺骗自己 其实有很多的观念 是从这个世界 一个污染的 堕落的世界 我们带进来教会 我们对爱这方面的真理 对生命这方面的真理 我们要掌握清楚 对人的生命 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有一个很基本的尊严 在他的生命里 所以我们爱人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爱一个小孩子 虽然我们是成人 我们看到他的时候 也尊重他 我看到他很可爱 但是有点调皮的时候 那就是不要欺负他 你有明白吗 这是你爱人的一种举动 有些人按着小孩 看到比他弱的人 就欺负他 这就是你不看重 人生命的尊严 有些人看到病人 他什么都不能了 就麻烦虐待他 给他快点死愿 各位 你这样做的时候 是不要说做基督徒 连做世界的一般的人 都要不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知道 有一些东西 就算人没有圣经 他心里会知道 人生命的尊贵 但是尊贵到哪里 那个是只有神的话告诉我们 所以当今天我们要谈到 我们爱临舍如自己的时候 这方面的信息 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我们还是要 详细地查考圣经 对这个命令 要很清楚地认识 我们今天一同翻开 路加福音第十章 在这处经文里面 我们主耶稣很清楚地 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爱临舍如自己 那第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 我就放在幻灵上面 那二十五节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 通常我们讲律法师 大多数就是法利赛人 他们是律法的专家 熟读旧约圣经 备受摩西五经的这样的人 他们的自称自己 已经守住律法的人 所以他们是律法师 the expert of the law 他们就说 夫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力 敬意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临舍如同自己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律法师 他不但守读律法 他也对律法的敬意 很了解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 继续看的时候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各位 神怎么说 我们主耶稣说 你这样行 不是你这样知道 各位 所以你没有行之前 你知道原来你不信那句话 那句话真的是你的 真的是你确信的 是当你行出来的时候 所以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所以得永生的方法有几种 有两种 第一就是你守完全部的律法 那你就真的全部守了 你得永生了 有没有人守得到 没有人守得到 所以第二就是我们 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来 替代我们的罪了 他代替我们守了 使在十字架上 把他守了神 一切的律法的义 归算于我们 然后我们的罪 归算于他 就在十字架上 六个小时 伟大的救恩临到我们 使我们能因性成义 阿们 这个基本的教育 各位应当要知道的 所以你今天的地位 神要明白 但是在这里呢 我们主耶稣要强调的 现在要跟这个律法师 借着他与他对应的话 要教导众人 那二十九节呢 那这位律法师听了主耶稣这样的回答 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呢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他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灵神呢 谁是我的灵神呢 对 我们在这里 我们就很清楚知道了 那各位 我们 法利塞人 我们都对他们略知一二 对不对 我们主耶稣基督 把最厉害的责备 就是留给法利塞人 法利塞人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 对不对 你们这个律法师 你们把这样的重担 你们自己不能背的 然后把那个重担 放在别人的身上 那个律法师呢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以自己 能够守律法为意 所以当主耶稣就问他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 他洋洋得意的 就说出 当然是两个了 一个是 尽心尽心尽意 爱神 他心里面想 这个我已经做到了 难以想做到了 对不对 因为他们 他们常常认为说 按律法来说 我是无可指摘的 所以保罗在他 还没有重生之前 他也是法利塞人 他也是这么说 对不对 后来重生之后 才知道自己是 亵渎神的 污漫人的 逼迫人的 你有没有 那这是一点 所以法利塞人 无人以为 他们已经满足了 第一条 我已经尽心尽心尽意 爱神了 但是第二条 现在 爱你的灵舍 如自己的时候 这里可能 就有一点困惑 那爱灵舍 对这个法利塞人 可能他就说 我是很爱我的家人 我是很无私地 爱我的周围的人 尤其是我的 圈子里面的 同事 同行的 法利塞人 可能是这样了 但是可能 他心里面没懂 他对一般的百姓 没有什么爱心 所以呢 他现在 要证明自己 他要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要显明自己有理 那谁是我的灵神 所以我们要知道 有很多人会问问题 有些人发问 是真的要知道 真的要知道 到底怎么做 那有一些人 问 发问 是要证明自己 已经做到了 所以很多人问问题 但是问的动机都不一样 那这个当然是后者 所以呢 他就问 那谁是我的灵神呢 他心里面想 其实我也 对好多的人 是有爱心的 那所以 那耶稣就设下 一个故事 我们很著名的 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我们相信很多人都了解 这个故事了 对不对 其实不但基督徒 外邦人都很相当 熟悉这个故事 那我们就注意来看 我们主耶稣怎么讲 那我们主耶稣第三十节呢 这里他就说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从耶路撒冷下 耶利哥去 有一个 对 这句话告诉你们什么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 耶利哥去 那肯定他是谁 他是犹太人 为什么 因为他是犹太人才会上耶路撒冷 通常犹太人上耶路撒冷 过节 或者去圣殿里面敬拜 或者去许愿 去还愿 对不对 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很敬虔的犹太人 很敬虔的 好像朝圣者这样的人 所以他就上了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在高处 你们了解那个地形 高处 然后现在有下到耶利哥尔城市低处 然后呢 在这个的路程 如果你们了解以色列的地形的话 这个路程是将近30公里 然后大多数是个沙漠地带的 在这个 这条路里面 这么庞大的一片土地 沙漠土地里面呢 通常会用这条路的 是只有第一桑人 第二就是朝圣者 带着很多的礼物 去耶路撒冷圣殿 要献给主 那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很著名 常常有强盗出现 会抢劫啊 偷盗啊 这样的事情呢 是会发生的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所以呢 这人呢 的确他就很不幸遇到强盗了 他就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捡去他的衣服 把他打个半死 这个强调狠狠 就是没有留情的 就丢下他 走了 各位 所以呢 我们都知道了 这个整个情况里面 这人遭遇这样不幸的事 然后31节这里说 偶然 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 就从那边过去了 所以绕着他走过去了 各位 注意这个是谁啊 祭司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祭司是在圣殿里面 代替以色列人的罪 来赎记的人 赎罪级 对不对 所以他们可以说 是为以色列人带导的人 他们是 为以色列人赎罪的祭物 来做的时候 为他们带导 也可以说是他们的领袖 领袖级的人 那为什么这样领袖级的人 原来看到一个朝圣者 也应该对他有怜悯 没有 走过去 我们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 我们来想一想 可能他有点害怕 可能他也懂 这个沙漠地带 这个地方 有很多强盗 所以呢 快快 看到这样的时候 被打 可能强盗在附近 我还是快走 也可能有没有这样 可能 也有吧 可能他的心态是这样 我们再看 十二十二节 又有一个立威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立威人 我们都知道 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 对吗 所以呢 也可能这就是 教会里面的服侍者 或者教会里面的全职工人 通常我们想到 教会的服侍者 全职工人 想到他们什么 忙得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非常忙 忙到没有灵魂 所以有时候忙忙忙 连一个很基本的 看到人的需要的时候 都没有同情心 OK 好 只有要办事 只有要开会 OK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不是教会的光景 你要问 所以呢 一处的这个经文里面 其实可以教你思想很多的事情 那立威人 就一样过去了 那三十三天 那三十三天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就动了 慈心 各位 我相信你们知道 那个背景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 不说话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 在北以色列那边 他们曾经违背神 拜偶像的时候 神借着亚述 灭掉整个北以色列 然后特别撒玛利亚 这个地方 首都 然后把他们的男人 带来这个地 那边撒玛利亚的弟兄带走 对不对 然后跟他们的女人 女子犹太人 就头昏 生出来的就是杂种 所以从那时候出来的时候 犹太人是对撒玛利亚人 有这种侵视 他们之间有一种民族侵视 民族仇敌 撒玛利亚人是 只有相信摩西五金 他们不相信 犹太人的什么先知 以赛亚 耶利米 不接受他们 他们只有相信摩西五金 所以摩西在基利心山上 宣告祝福的时候 这个就是 他们认为 这个就是神要我们敬拜的地方 所以就在那个地方 见了圣殿 所以在那里设立了自己的祭司 然后有自己的节旗 在那个地方敬拜 所以跟犹太人 永远是 井水不犯河水 但是呢 之间呢 有民族仇敌 所以我们知道的 这样的光景的时候呢 所以我们就想到 撒玛利亚妇人 女子 她见到耶稣的时候呢 说 我们的祖宗说 在这边拜神 在这个山上拜神 你的犹太人说 要去到约利法人拜神 到底是哪一个 对不对 所以你们会知道 那个背景 你们就知道 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 他们有宗教敌意 也是从民族敌意 来的这些地方 但是他们是很靠近 side by side 好像邻居一样 对不对 我们就知道 这个背景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撒玛利亚人 看到这个受伤的犹太人 这个朝圣子 他就动了瓷心 三十四节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伤处 包裹好了 扶他其上自己的身口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圣经形容的时候 是很细密的照顾 就倒在他的伤口 包扎好 扶他上那个牲畜 带到殿里去照应他 然后还不够 第三十五节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殿主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必还你 那所以 你想 三十六节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 强盗手中的邻居呢 三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来 他说 是怜悯他的 也是说 你去照样刑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处经文里面 我们可以思想 什么叫爱临舍 我们先来想 这个祭司跟立威人的举斗 好不好 那各位 祭司跟立威人的问题 是哪里的 现在我们看到他们的举动 他们不是有 不是无意识的 他们乃是有意识的 将受伤的犹太人 放在一边 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刚才也说了 可能是惧怕 各位我们知道 爱里没有惧怕 但是惧怕的人 我们知道 当人一怕的时候呢 我们爱心就消灭掉了 我们只有在惧怕中 只想自己 只有想自己的利益 惧怕的人 心境是这样 忙是另外一个理由 如果各位是一个 很忙碌的社会 你们发现 人的爱心冷淡 忙着什么 通常都是忙着物质的东西 忙着赚钱 有些人年老了还忙 忙着照顾孙儿孙女 然后一直忙 然后当你忙的时候 人就冲你 快点 快点 所以那时候呢 你没有关注 人心里的东西 你没有关注 人的需要 你只有把事物做成 但是很多时候 事物是死的 你要这样做也可以 那样做也可以 不是人命关天 但是我们这个世界 就好像被机械化电 早上一起来看手机 忙 去工作也是 就是忙 回来就看手机 就是一直在忙 其实有时候你说真的忙吗 在精神上很忙 精神上被占据的忙 这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问题 然后或者呢 他们可能 这两个人走过的时候呢 觉得 哎呀 那个人可能死了吧 那死了就 不要麻烦了 就过去了 也可能是这样了 各位 我现在说 不管什么理由 那不是成立的理由 为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生命 在这个地方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生命 人的生命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说 不管他们讲什么理由 终极的理由 为什么他们走过去 不理会他呢 因为他们的冷漠 冷漠 我不关心 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的反面 不是恨 爱的反面 是冷漠 我看到很多人 他们活在冷漠的社会 他们的心灵很荒凉 他们的伤害不得一致 他们的软弱犯罪 不被人遮盖 也不被人理解 所以一个冷漠的地方 冷漠的家庭 冷漠的社会 绝对不能医治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冷漠其实是最糟糕的 有些人不开心 就直接跟你吵一架 我们就很讨厌这样的人 对不对 但是我跟你们说 比这样的人更糟糕 是冷漠的 如果有一天 我的孩子被人打 如果你想想看 有人走过 等一下我也 我也不要管他 等一下我也被打 因为你当然讨厌 那个打女孩子的人 对不对 但是你对那个走过的人 什么都不干的人 你会不会更生气 对不对 曾经台湾有一次 好像我听说 有一个四岁的女孩 被人拿倒 就是砍了 对不对 还砍了好多刀 后来死了 那他母亲在旁边叫 每个人的总共不敢动 没有一个人去阻止这件事情 你们记得这件事情 我在新加坡都读过你们的报纸 你们 这个事情呢 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 因为其实我看我们新加坡人 也差不多是这样 差不多 这种安逸的社会 忙碌的社会 只有自己要争取的 目标为导向的社会 我要完成什么功 我要达成什么业绩 全部一直追这些东西的人 其实都是物质的东西 慢慢看到人的生命 没有感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来的 越有钱 越冷漠 教会越大 越多人 然后其实呢 每个人都每个人是越出远 你们有没有发现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现在神告诉我们 你们要爱人 你们要爱你们的灵神 第一 最简单的 你们要对付自己 这个冷漠之心 那怎么对付呢 我们怎么对付 我们人就是很容易 进到这种光景 你要对付你的冷漠之心 就是你要对人的 生命的尊严要认识 人的生命的尊严 人是按着神的形象 找男女老少 或是有病的 还是软弱的 你不要忽略他们 我跟你们说 在一个社会里 不在于你给什么奖项 给做生意成功的人 这个世界有名望的人 有地位的 你给他们什么奖项 其实呢 这个不会造就整个社会 你要造就整个社会 是当人看到 你怎么对待 这个社会里面 有软弱的 或者生来有畸形的 或者有被人离弃的 这些人被照顾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这个社会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在一个教会也是一样 你帮助于软弱的 跌倒的 万罪的 不能自拔的 这些人 然后你怎么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 然后叫他们好起来之后呢 人就看到生命的尊贵 人生命的尊贵 不在于他的地位 他是有钱的 做生意的 还是不在于这个东西 也就在于他是人 他是神所创造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人的尊严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很多很多的东西 人我跟你说 人一没有尊严的时候 他做什么都不行 你不要想他会做伟大的事 你连一个基本的尊严都不给他的话 有时候我看到在教会里面 最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 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 好像做奴隶 各位有没有这样觉得 做奴隶 被每一个人骂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求他 每一个人的 我这样讲的话 张姐们传道最开心 但是我相信你们没有骂他 你们都对他很好 我相信是 但是我看到很多很多台湾人 我看很多做传道人的 好像奴隶一样 然后呢 我们想我们归一个人 给他一个基本的尊严 对他的尊敬 对他的恩态 其实这些小小的举动 其实这些小小的举动 对他的那个态度 就是我们在乎他的尊严 从这些地方会看得出来 有时候我们讲尊严的东西 不要一直在讲一种概念 我们要明白 我们讲一个idea 有一个道理 我们要把它 要实际化 要把它讲出 那个最具体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呢我们讲 怎么对一个人 就看得出 他的价值是多少 在你的心中 他的价值有多少 对不对 那就体现出他的重点 我跟你们说 有一次呢 我们新加坡国会 就开会 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就是讲到 我们新加坡人民的薪资 讲薪资 讲薪资每个人都很 很有兴趣 对不对 那讲薪资的时候呢 我们那时候 有些人就说 我们一定要关注 这个社会里面 最低薪资的 就是清洁工人 清洁工人的排名 是最低的 薪资最低的 他做的事物 也是好像看起来最卑贱 已经最卑贱 但是如果也没有他们 整个新加坡是乱的 新加坡很干净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你们知道我们多少清洁工人吗 每70个人有一个清洁工人 我们清洁工人的这个比率啊 这么多在整个国家里 那这个清洁工人的这个比率 所以我们问清洁工人呢 他们到底拿的薪资多少 哎呀 其实才拿差不多一千块新币 一千块新币你们 哇不得了了对不对 那我差不多有两万台币 两万台币 所以比率来讲是差不多这样 你们两万台币是 差不多你们大学生 曾经你们一度有22k嘛 大学生可能是拿到差不多 二十五千 两万五 两万八对不对 就是差不多一千三 新币 那如果我差不多有时候我来台湾 我是读经济的嘛 所以我是对于这些东西 比较喜欢研究一下 我看台湾的薪资呢 是新加坡的少三倍 差不多少三倍 所以你们如果比如说两千八这样的薪资呢 两万八的薪资呢 新加坡大学毕业是差不多三倍 你们也会了解一下啊 我先给你们大概理解这样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清洁工人呢 拿一千元的话 如果比如说一千元等于你们两万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真比的话 你们真比的话 你们的清洁工人 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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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少 差不多七千 你们的清洁工人有哪七千元 差不多是这样的 差不多七千元 一个月七千元台币 不止了 那我们就讲回这个东西 不要算了 不要算了 不然大家的关注就在签了 OK 所以我现在是要讲比率 不然你们不可以感觉到我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新加坡一个很出名的大使 他就在报纸上他就讲 他就跟记者说 如果新加坡一个人 不要讲谁 不管你做什么工作 一个人一个月只有拿一千元金币 如果我用你们的话 如果一个人只有拿七千元台币 比如这样讲 他用什么尊严 他就用尊严这个字 这个人很有趣 这个大使也是很著名的在我们新加坡 所以我就 他把尊严跟钱放在一起 钱怎么能够买到尊严 我们心里面一般人就这样想 对不对 但是后来他们说 虽然钱买不到尊严 但是你给人这笔钱 根本他是没有尊严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也分不开 你们了解吗 其实我很喜欢人讲实的东西 不要讲虚的东西 你们听得懂吗 我们认识福音了之后 人们就讲爱爱爱 就是讲很虚的 虚的会说 我们父侍族什么都不需要 什么什么的 哪里有这种 很多需要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要各位明白一样东西 你们对旁边人的关爱 你们对你们弟兄姐妹 的一种很实际的关怀 对你们的全职工人的一种恩待 尤其也是包括薪资啊 待遇这些东西 是你们看待他们的那种尊严的重要 你们明白吗 这一点呢 是你们要理解的东西 我刚刚从屏东回来 我在那个教会 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 你们知道吗 前年不久 我在我们新加坡教会 我跟我们的执事会说 你们要调整我们全职工人的薪资 因为以前我们全职工人的薪资 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在比我们在社会工作呢 拿的差不多低百分之四十 低百分之四十这样 但是那时候都凭信心这样做 对不对 但是你想想看 我跟他说 现在的通过膨胀 然后也这么多 这个时代也改变 所以你会发现 新的一代人 新的一代人起来 有时候你说 我们这代人也信心 你们那些也信心 对你 像尊严是这样 已经有一些的知名度 所以呢 到一个地步去 人会恩待我 但是刚刚做传道的人 你们这样 你们教会如果要 真的要聘请 好像一个三十多岁 四十岁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学问 有才能 但是他也愿意服侍主的 你问他说 如果他出来 有一个很基本的房子啊 什么都买不到的话呢 那你们还有会要 谁会愿意来教会服侍主 他们都把自己的人生 光阴卖给世界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就跟他们这样说 我自己是领心的 但是我觉得说 如果我没有讲这个东西呢 他们永远没有想这个东西 我说这个是教会的前景来的 我们走到一个时代 我们要问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然后这个呢 如果你再问下去 可以跟人的尊严 你看到那个人的价值有关系 对不对 当然我并不是说 你要给到他 能够住大洋豪宅啊 这个不是 这些是那些成功神学的人讲的 我们绝对不知道 但是你要给他没有后顾之用 所以这点上呢 我就虽然是领心的 我就参与在其中 把这个东西呢 叫他们去想 因为你们会想这个东西 就是说 你们有一个很 很有见识 很有见识 也很有智慧的一群人 你们在公司里面 其实你们是有一些是做 你们是做经理的 我知道 你们的薪资都是很高的 但你们在公司里面 你们会设想这些东西的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在教会 你们就觉得 这个是另外一个 完全是以爱心奉献 什么这样 那没有错 某方面来讲没有错 完全是以爱心奉献这样 但是在某一方面来讲 我们传道的人是不见语 但是你们看我们的眼光 众人看我们服侍教会的人的 那个价值就不在那个地方 那所以他们怎么会听我们的讲道 然后教会又怎么能够请到 能够 又有属灵 也又有才能的人 来服侍主的国土 Amen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也这样不会去想过 原来今天要讲爱临舍如己 为什么讲到这个地方去 那所以呢 其实这个东西要讲的话 很多东西讲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再回去想 我第一点要讲的 其实最重要 为什么我们不能爱临舍 因为我们冷漠 漠不关心 只要不是我的事 我不管 其实这个是来自哪里 其实你不看重 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 你不看重他的内心 你不看重他的生命的价值 你不看重他的感受 其实不看重这个东西 基本上 所以呢 讲爱人的时候呢 你现在知道 爱的这个人 是怎样被造的 被造的价值在哪里 另外第二 各位 那我们再问 那不是你讲这样的时候 爱人如己 爱临舍如己 像这个人 他看到这个犹态人 虽然是被打的半死 但是这个人是生命来的 他是有尊严的 我怎么能够放他这样死在那边 所以他就去了 就帮助他 对不对 OK 那像我们是不是 也要到社区去帮助每一个人 路上有没有被打的人 有没有残废的人 我们来帮他们 我们到医院去 很多有病的人 我们去帮助他们 那你这样解经又不对了 对不对 因为现在主耶稣说 他是要回答 谁是我的灵神 没错 没错 全世界的人都是我的灵神 但是 现在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要告诉我们说 现在谁把这个受伤的人 带到这个撒玛利亚人面前 谁 神 对不对 神让他遇见 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 我们只是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所有的人 但是神把他带到我面前 靠近我的人 让我遇见的人 我不能让他继续处在我 我不能什么都不管 那所以在这点上 我们要明白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当我们遇到有需要的人 急需的人 我们要知道那是神教我们遇到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避开 你没有办法避开 那你说跟你最靠近的人是谁 就是你问 就是你的家人 就是你的肢体 所以你的妻子 比如说 你看到她有急需 什么 她常常为孩子担心 你莫不关心 那就不对了 对不对 你的丈夫工作很多压力 你什么都不管 只有看韩剧 那也不对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明明看到 她的苦惑 她的挣扎 她的需要 所以你就有责任 要帮助她了 她是有你的灵舍 她就是神现在带到你面前 要你帮助的人 明白这句话吗 所以有时在教会里面 各位打开眼睛看一下 哪一位肢体 需要你的关怀 也通常肢体当中 也比较软弱 孤单 没有什么人跟她说话 这样的 各位多看 多照顾 各位这个才是一个 爱灵舍的教会 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说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原来是告诉我这个东西 神让我遇到你 所以感谢主 这是第二点 我让各位好好去想这个东西 然后第三 各位 在这个故事里面 也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行善 我们要爱人的时候 有一个障碍 我们要克服 我们要克服 那个次要的分歧 次要 我特别说 我们跟人在一起 一定有分歧 一定有摩擦 有过节 但是你要知道 这些可能是次要 在人面对 那个很危机的环境 有急需的时候 其实你跟他 昨天前天 上个礼拜的那些过节 其实你不用看得太重 所以这个撒玛利亚人 民族仇敌 民族好几百年 民族仇敌 对不对 如果我看到他 我就讨厌 我是不跟这样的民族 在一起讲话 连讲话都不 但是现在他躺在那边 受伤了 他有需要 所以他过去 帮助他 暂时忘掉 那个民族仇敌 各位了解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 我们的软弱在哪里 我们凭感情行事 他叫我不舒服 所以他叫我不舒服 他有事情了 我就不管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 凭感情行事 各位基督徒是凭真理行事 不是凭感情行事 对我没有感情 我不是说我没有感情 有些人真的给我们感觉不好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能凭那个感觉 他叫我感觉不好 但是现在他有难 那我怎么能放弃 放弃他 不管他 不可能 那这就不是一个好临舍了 对不对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教我们爱仇敌 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 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 可乐给他喝 你这样做 弟兄姐妹 他与你有过节 他对不起你 他伤害过你 这个东西神知道 你听凭主怒 你等主来报应 但是你不要被恶所胜 你要以善胜恶 你们了解 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没错我们跟人都会有过节 有问题有摩擦 但是在我们要善待人 看到人有需要 我们要关怀他的时候 我们不要想到他给我的感觉 不要往那个地方去 我们要以善胜 你的仇敌没得吃 没得吃这是很严重啊 没得喝了 这个问题大了对不对 那昨天我们吵架 那个事情呢 可能神会给我们公益 我们以后才讲 但是现在先解决他的问题 你们了解吗 所以这一点上呢 如果能够有这种眼光 这种我叫属灵的眼光的人 教会如果有几个这样的人 教会弟兄姐妹都会被照顾到 这个教会就是一个会爱灵舍的教会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这样 还是看到他有难的时候 活该 所以昨天伤害我 现在咯 神报应他 不要这样 真的是我们 我们的心态很容易落入的那种光景 主啊 其实不是 可能主在试验里 你的仇敌跌倒的时候 不要讥笑他 主在试验里 我爱神的话 我也爱按着神的形象照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我怜悯他 感谢主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态 你听了主的道 你明白了 主啊 给我这样的心 给我这样的生命 我为你感谢主 OK 这也是效法我们主耶稣的 另外第四呢 刚才我已经讲到第四点了 第一是什么 克服我们的冷漠 对不对 看到人的尊严 第二是什么 第二我刚才说 不是帮所有的人 虽然所有人都是我们的灵神 但是你要帮神 让你遇到的人 第三是讲什么 你在爱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克服那次要的分歧 次要 第四呢 我们向人行善 到爱人的时候 要有始有终 有始有终 不要半途而废 或者虎头蛇尾 所以你看这个撒玛利亚人做的 你就知道了他的美德 又花钱 花精力 花时间 给他包裹伤口 把他放在那个深处 然后载到店去 然后还给钱给那个店主 我现在忙着 但是他还是做完这个东西 我会两天回来 你把他照顾好 多余的费用我再还给你 你们有没有看见 他是真的关心这个人 要照顾他 要确保他的复原 真爱人的人 不是做善事 潮潮了事 蜻蜓点水 做一下给人看 不是这样的 真的要做到底 我们牧养彼此的时候 问候 他有问题 为他带导 下周又来的时候 弟兄啊 你上个礼拜跟我说 你工作这样 或者你家庭有这个事情 好了吗 再问候 再问 这个就是有始有终 你们明白吗 不是大概问一下 好吗 我们华人最喜欢 吃饱了吗 吃饱了 怎样 完了 没有东西讲了 如果你看到弟兄姐妹 来了这个教会一年 每次看到彼此都是吃饱了 就是你没有话讲 你还没有关心他的生命 你的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就是帮助我们 再给我们教会 当然我这三年四年前这样来过 都一直在服侍大家 我看到有一些熟悉的面孔 也有一些是从来没看过的 我们教会经过一些整顿之后 可能有一些人也离开 但是也好 你教会不是先看人数 教会是先看关系 这个关系是大家一起听到 一样的道 神的道建立起来的关系 这个关系呢 听了道之后 你还是要彼此相互 彼此牧养 所以教会有时候人数不多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建立关系 然后彼此理解 虽然他也是铁 我也是铁 两个人一起磨出磨出刃 这个刃就很尖锐的铁 能够有好的用途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人数不多的当儿 其实是好机会 这个关系建立起来 信任没有建立起来 忽然间有很多人进来的时候呢 你们糟糕了 因为很多的人进来 就是说意见也很多 看法也很多 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的意见 通常人意见有看法都是消极的 这些带来的 如果你们之间的信任还不够的时候呢 就会有另外一种分歧就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工队 我们的主流 我们现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爱教会 为这个教会祷告的 我们在一起敬拜 一起服侍当而理解彼此 不要怕摩擦 但是当中我们学习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合而为一的心 那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看法 但是我们一起走着走着 我们在看神怎么带领 对不对 然后再这样走 有这样的交换眼光 交换看事情的角度当中 大家也增长智慧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过程是要学这个的 我每次到台湾的教会服侍的时候 第一话就是说 你们不要跟我讲人数 我没有兴趣知道人数 因为无论怎样的人进来教会 多少人进来教会 我要知道是什么种人进来教会 主的羊认得出主的圣灵 主的羊先听到讲台的信息 我们传道人 传讲了神的道之后 喜欢这个信息的人来 然后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有这样的人在一起服侍相互 担当彼此的软弱 这个在神眼中看是很可贵的 很可贵的 所以我前两天的特会我就说 其实我们以前一开始教会的时候 二十多人 二十多人 其实七年里面 从二十多人长到 长来长去都是三十多五十多 有时来五个走三个 前面七八年都是这样的 一直在五十人这样 然后后来忽然间就是到了一百 一百二十 然后疫情之后 你们知道有没有一些事情发生 然后反而我们的教会是在疫情当中 增长了三倍到四百人 所以这是很奇妙的神的带领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 前面那个七年八年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跟众同工之间的那个信任 没有建议的话 现在三十百人你们知道 哇 这么多种人 有一些人刚信主 有些人目道友 有一些人信主很久 从其他的教会来 要带他教会的那一套来 带到我们教会 麻烦的钥匙对不对 那你又跟他解释 不解释又觉得你不尊重他 然后他跟你讲你不听 然后他去找长老讲 长老不听找知识讲 其实这个当然 我们还是怎么能够合一 你们知道 因为前面有七八年的信任建立起来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教会 现在目前的带领 所以愿主让你们有这个看见 实在是有这个看见 现在我们在做主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知道要忍耐 我们也知道有时候 在爱人的事情上 爱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有始有终 有始有终 那愿主帮助整个教会 那最后 第五点我再说 也特别我们对我们 特别要 我们对基督徒要认识 什么叫爱灵舍 跟世界的人认为的不一样的东西就是 我们不但是爱人的肉体 满足人肉体的需要 更是爱人的灵魂 满足人灵魂的需要 因为一个灵魂胜于全世界 全世界不能买一个灵魂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教的行善 我可以说跟这个世人所讲的义工 还有不一样 在义工的工作里面 你帮助穷人 帮助落魄的人 这些当然我们教会有时候也有做 但是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最关注的是他的永生 他的灵魂的得救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当教会的资源不是很多的时候 比如说人力财力还不是很多的时候 会对一些社区的工作会先放着 你们明白吗 先放着 先把道传讲人进来 学习爱那些被神的话吸引到这个教会的 可能是你们的朋友家人 一个一个待见 先学习怎么爱他们 在这个当中学习爱领舍 然后教会有壮大了 有资源了 我们才走出去 这个是一个程序很重要的 一个教会在一个阶段还小的时候 不能什么都做 不能什么都做的 有社区别的教会也做 我们也做这些东西 但你做到完之后 那人都累死了 自己弟兄姐妹都没有牧养 然后还有一些现在 台湾教会也很喜欢的 我们连仪会 你的教会跟我的教会 我们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有时一起做一些特会 布道会是有用 但是不用每个礼拜开会的 你每个礼拜要开这个会就完蛋了 你自己教会的东西都不用做了 你们了解吗 几个月见一次见一次就好了 我每次到台湾教会 传道人说 这里也有开会 外面也有开会 外面开什么会 哪里都 很多会开啊 只是没有祷告会 祷告会没有人来 我的意思 你们了解吗 你这么喜欢开会 但是祷告会没有人来 这是一个毛病 你们知道一个教会的开会 越多就证明这个教会呢 是不合一的 不合一的 我们教会呢 很多东西是在 WhatsApp讲的 OK WhatsApp 我讲了 讲就好了 但是WhatsApp不可以讲 那是WhatsApp 讲了很多误会 然后误会的被吵架 所以OK开会 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心灵相通 所以讲一个东西变成两个误会出现 你们明白吗 所以才要又开会 又开会 其实事情是很容易办妥的 只要大家能够彼此理解信任 心灵相通 就一些重要的事情才来开会 消失讲一下就可以了 过了 然后我们花时间做 更重要的是 牧养人照顾人 带好小组 对不对 教会就是要这样的 传道牧养的工作 就是教会要做的事情 这个两个做不好 就不用说爱人了 对不对 因为人要被爱 你先要给他什么 人来到教会被爱 是先把那个属灵的灵粮给他 还有在肢体当中的那个爱 关爱 关怀 那个要做得好之后 那人 主的羊 特别灵秀得到坚强的时候 其实很多小小的问题是能解决的 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灵性被坚强 回到家看到孩子 刚刚没有被坚强 看到孩子的时候很忧愁 现在灵性被坚强的时候 有智慧懂得怎么讲孩子 你能了解吗 他灵性没有被坚强的时候 你就是天天因着他的问题 你也要天天接他的电话 帮他 他就靠你不靠神 所以教会的教导牧养强 能够满足到人的灵魂的需要 你就发现 其实很多肉身的那个问题 不用花太多时间 不是说不用做 但是不用花太多的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 在这点上 我给各位一个方向 我不是单单要跟你们讲一个道理 我不知道下一回 我还有没有机会来 可能这边大家听了牧师的话 觉得太出动了 下次还是不要请祝牧师来 那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最后一次到高雄 但是这些话 是我这两天跟你们在一起当中 我心里面很有感动 刚好是这个主题来的时候 这个信息是我今天早上六点起来预备的 你们知道吗 虽然主题已经在了 但是我觉得我每次要讲一篇道 一定是群众需要的信息 所以爱你的灵蛇 你的灵蛇是谁 我用五样来跟各位讲 现在我在结束之前 我再加多一个好不好 爱灵蛇如己 以前我对这个如己这个字很敏感 因为如己的意思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爱人可以 我对人不要冷漠 我看中人的尊贵 对人的尊严 这个可以 但是爱人如己呢 这个意思就更深奥了 弟兄姐 马丁路德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 如果你要晓得如何爱你的灵蛇 你问你自己多爱自己 如果你遇到危难的时候 你多希望得人的帮助 那时候你不需要去看什么参考书 你只要看你的内心 你就知道了 很有趣 对不对 所以爱人如己 很多人说 这个是好像神的水准 神的水准 其实严格来说 神不是叫你爱人到神的程度 神现在是告诉你 你问你自己内心的程度 你多爱你自己 那你就这样爱人 明白吗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用两方面讲 第一是用主动来讲 第二用被动来讲 主动来讲 爱人如己是什么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我们主说 你愿意人怎样带你 你也怎样带人 这个是主动的 你也怎样带人 OK 你要做的 主动的 但是你要做 怎么做 你愿意人怎样带你 所以你愿意你的妻子 或者你的丈夫怎样尊重你 你也怎样尊重他们 你要做 所以我们活在人间 一定有一些东西 一定你要反思的 有一次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什么叫爱人如己 我就用一个例子 我说 我们教会很多孩子 所以有父母亲 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 都是很开心 对不对 你的孩子我的孩子 大家都彼此相爱 对不对 都是这样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这样说了 因为有些孩子沉迷手机 有些孩子是喜欢 很坏习惯 吃糖果 很多父母都不喜欢孩子 吃太多这些垃圾食品 吃零食吃糖果 对不对 所以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就拿给孩子 有一些叔叔不懂 我们有零食有糖果 孩子最喜欢这种叔叔的 那有些父母就 不准吃 跟自己的孩子讲 不准吃 拿走 别的孩子吃 让他们吃 只有自己的孩子 不准吃 如果你讲他们的话 可能他们说 哎呀 这是别人的孩子 我管不了嘛 我说只能管我自己的孩子 你真的吗 是因为真的这个理由 还是别的孩子 吃到身体坏 没关系 我的孩子不要就好 别的孩子沉迷手机 没有关系 我的孩子不要沉迷手机 就好 你们明白吗 我们不要讲外面 我们先讲教会里面 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弟兄姐妹 你把他们的孩子 当做你的孩子 你愿意给孩子 灵性成长 你也愿意给别人 灵性成长 你愿意给孩子 读书成绩好 愿意给别人读书好 所以我们教会 就开补习班 帮助那些 读书不是这么理想 不是这么优秀的孩子 提升他们 了解 所以你一定要问 你不愿意你孩子有坏习惯 你看到别的孩子 主义学的孩子 你们也不要这样 有时候他的父母 没有什么见识 也跟他父母说 你不要给孩子这样 一直玩着手机 这个年龄这样做不好 对不对 如果你有这样做 就对了 你是爱人如己 因为你愿意 人怎么对你 你也这样对人 阿们 所以这个原则是 我讲来讲去 就是这个四个字 爱人如己 对不对 如己 另外一个呢 我们用比较被动的角度 来讲这句话的 什么叫爱人如己 就是你不愿意人怎么对你 你也不要这样对人 听得懂吗 你不愿意的话 你不愿意人这样骗你 你也不要骗人 很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呢 他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 就跟我们说 哎呀 我的手机啊 哇 就是要坏了 因为我看他 就是用新的手机 我说你买新的手机啊 哎呀 对啊 因为我旧的那个要坏了 我就快点跟他卖掉 哇 还好脱手啊 我心里面听这句话是不太对的 你手机要坏了脱手 那买到那个人 怎样啊 你卖到 所以呢 好像他 他占到便宜了 对很开心 但是我想 如果你那个手机是卖给我的话 岂有此理啊 对不对 或者 你如果别人的手机要坏 卖给你 你买到了 你会怎样 你不愿意人这样对你嘛 那你为什么这样对人 你了解吗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方面就有过失了 那这个方面呢 请大家多思想 神的话有一切的智慧 全力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 所以有时候呢 如果我没有预备讲道 我单单看这个经文这样 爱人如己好像一个观念 但是我这样深思这句话 这样讲出来 大家又听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以后每次想到爱人如己的时候 求主怜悯我 对不对 但是也求主帮我 我要结束之前我再说一遍 神不会给我们 我们做不到的命令 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但是神也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 所以神把这个命令给的时候呢 神也应许他会帮助我们 叫我们来到他面前 得能力 得帮助 所以我结束之前 我给你们读 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 这里说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称 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 这句话很重要了 主是受过试探 他没有犯罪 但是呢 他知道我们人性的软弱 他知道你我的软弱 他知道受试探的时候的那个难处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 来到施恩宝座前 我们不要因我们的软弱羞愧 我们不要因我们爱人不够羞愧 来到他的面前 唯要得怜悯蒙恩惠 做随时的帮助 感谢主 主的最后的话 是要告诉我们 他绝对怜悯我们 也绝对帮助我们 你们明白了真理 真理叫你们得自由 神说 我的话 就是灵 对不对 所以神的话 你们听得懂 圣灵 在你们心中做感动 扶持的工作 你望着这个地方来祷告 有一天你就发现 你爱人 那天的那个精神 这是会提升起来 那个举动 在人面前看的时候 跟以前不一样 愿主帮助我们众人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用你的话 勉励我们绝勉教会 在我们当中 主赐下这个美好的带领 在这三年的疫情当中 我们看见教会仍然存留 也我们当中 也主赐给我们新的传道人 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这样的 以神的道尾中心 教导牧养整个教会 主让我们教会有一个新的开始 主恩上加恩 祝福我们绝命教会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 忠于主的道的教会 也叫人能够被吸引到神的面前 愿今天主你借着你仆人讲的每一句话 有关爱人如己这方面的教训 能够实现在这个教会的 重肢体的生活里面 叫每个弟兄姐妹 来到这个教会 我们学习在主的真理上相爱 我们感谢主 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应该也要看不懂 但我们很久不见 帮助一带 来到这些层下